欢迎收看麦DJ新股巡礼 我是叶家伟 很多观众朋友都可以发现 许多国家的大型公共空间 像是机场、饭店、还有地铁跟剧院 这些地方的装潢都越来越现代化了 原先的矿棉板还有石膏板 都已经换上了像这样子 很具有未来感的金属板材 而看好这样的需求持续的崛起 中国最大的金属建材厂商F重佑 就在今天挂牌上柜了 其实在台湾的银建股当中 已经有8年没有新的胜利均加入了 到底F重佑这家公司 它具有什么利基优势 可以有信心进入到资本市场 并且借由筹资 要来壮大自己的营运规模呢 我们先来了解这家公司的营运背景 详细状况连线给麦DJ的财经记者 林世英先一请说 好的 F重佑是中国最大的金属建材厂 在今天回台上柜 是银建类股难得看到的新兵 而F重佑成立在2002年 看起来是年仅14岁的公司 但是经营团队包括董事长杨明舟先生 还有总经理唐厚奇先生 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 中国金属烤漆的市场 可以说是既熟悉金属的材料领域 又熟悉中国市场 那他们凭借着材料的专业呢 还有长时间布局中国市场 已经让F重佑成为中国第一大的 金属建材厂商 而随着建材升级的这个变化 公司的营运范围也从原本的掉顶龙骨 扩大到金属的天花板 还有金属的墙板 好的那么在了解完公司的背景之后 我们的记者施英 他也实际访问到了F重佑这家公司的 董事长杨明舟 进一步我来带您了解这家公司 他给自己在市场上的定位 还有核心竞争力 来听听董事长的访问 从这个立足来讲 在中国是中国的第一根 这个所谓的掉顶龙骨的 创始者可以这样讲 从在90年代初 我们就在中国设厂 投入到中国 而且在当地生产 在当地作为亚洲区 包含中国在内的一个 知名品牌的掉顶龙骨的供应商 在中国是第一品牌 占有最大的份额 直到现在我们在这个产业链 我们不光是在中国 同时我们也提供到全世界 从佑的核心 所谓的co-business 核心我们一直 坚守着本业 我们的本业 就是以金属建材 为我们的核心 好的刚刚从董事长的访谈当中 我们清楚听到 他一再的强调 从佑的产品还有核心价值 就是发展金属建材 那么到底什么是金属建材 跟传统的建材又有什么不一样 这部分我们请侍应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的 我们从这张图来看一下 F重佑的产品 它是属于一系列的金属建材 包括说掉顶龙骨 还有金属天花板 以及金属的隔间墙体 而另外一张我们也可以看到 使用的范围 其实非常的广 像应用上会以一般大型公共空间为主 像是地铁啦 机场 饭店啊 另外要求捷径度比较高的电子航态 还有科技厂房 还有最近比较蓬勃发展的生计厂啦 医院等等都可以看到 那在台湾我们也看到不少豪宅 或者是说商业空间也使用到这些金属建材 那为什么这些建材会使用金属建材呢 一方面当然是造型比较现代化 那由于这个金属建材的造价比较高 大型的公共空间比较能够负担 另外一方面呢 金属建材的使用年限也长达数十年 比较符合公共空间的需求 那我来简单说一下F崇佑的各项产品 像是吊顶龙骨 就是所谓的青钢架龙骨 过去呢 一般的建物会以木制或是铝制的龙骨为主 这些就比较容易易燃啊 或是硬度或是承载度不够的缺点 但金属龙骨它的重量轻 强度高 又可以防震啊 隔音吸音 重点是它的施工相当的简单 所以这半世纪以来已经成为主要的产品 相当成熟了 那F崇佑在这个成熟产品当中 它有做出它自己的利基 它强化了它的抗震跟防火的功能 锁定高端市场 跟一般的低阶的产品做出区隔 那至于呢 金属的天花板和金属的隔间强体 则是比较新的应用 它是取代了矿棉板石高板 这些传统的板材 这也是近几年F崇佑新切入的领域 那由于呢 传统板材比较容易受潮啊 而且没有办法重复再利用 那金属板材呢 只是造型跟颜色可以比较多变化 而且它可以不受潮 吸音可以防火效果比较好 并且具现代感 所以越来越多的大型公共空间 会选择使用金属的天花板和墙板的使用 好的 我们从刚刚是一非常详细的解说当中可以看到 其实呢 金属建材它是有相当的独特性 还有它的发展的优势的 所以我们观察到了 因为尽管近年来很多的中国的建材商品 其实都有受到一个房地产投资缩减给影响了 可是反观呢 金属建材的使用却是持续在成长的 到底这一块市场的未来商机有多大呢 我们请声音来告诉我们 好 我前面有提到说金属建材当中 除了吊顶龙骨比较成熟以外 其他的都是新揭露的一个领域 那但是呢 吊顶龙骨虽然成熟了 可是它是一个基本的材料 所以它受到房地产的干扰会相对比较小 那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的基础建设啦 还有这个企业的投资 会用到大量的金属板材 所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 中国国家局的统计 其实吊顶龙骨不论是在中国 或是在欧洲 从2012年到2020年 每年的年复合成长率都还有将近13% 那金属电话板呢 这是越来越多大型的公共工程会使用 所以这些基础建设还希望能够使用年线长一点 甚至达到30年 所以使用的金属天花板就成为趋势 那中国市场未来五年的年复合成长率 有达到一成 那至于金属隔间墙体 这光中国的市场 未来五年是成长的幅度相当大 那这个就以135 还有全面开放2 它有关 市场预期说 这个生技制药的产业会发展 还有这些无城市啊 洁净市的工产也会需求 还有大量的医院 这是崇佑也是崇佑最看好的一个业务 好的 那么接着我们想要请教一下 市盈除了在这个金属建材之外 这家公司它还有哪一些的核心价值的竞争力 可以支撑它的营运呢 好 我在采访当中观察到 F崇佑比较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是他们跟欧洲大厂 欧瓦的合作 由于这两家厂商 它的产品是具互补性的 所以F崇佑 它不仅可以站稳中国 它也借着欧瓦站稳了欧洲 那第二个部分是它全方位的供应 它在供应上很有弹性 它可以为客户量身定做 做一些客制化的产品 那它也可以模组化 来提供一些标准的规格 那所以它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缩短工期而降低成本 我来举个例子 F崇佑在SARS期间 他曾经帮北京机场在24小时内 就完成高捷径度要求的一个检疫室 这也奠定了公司在生技医疗产业 未来的一个接单 事战达到五成的原因 那第三呢 我觉得公司比较特别是说 它有一个丰富的大型工程的时机 那前面有提到生意的领域之外呢 其实F崇佑在公共工程 也有很多有名的时机 像是上海的电影博物馆 以及江苏的大剧院 那这都是非常现代的建筑 另外呢 它在商业市场也是很活跃的 像是曾经主办这个Airpac的 北京燕七湖酒店 还有海外的雅加达机场 或是印度Johnson Johnson的办公大楼等 都是它丰富的时机 好的 那么看完F崇佑 他这么多的实际工程之后 我们进一步带您了解 公司在未来的规划 我们的记者世音 也帮我们访问到了 F崇佑的总经理 来听听看他的说法 我们一直定位的在中国是高端的制造厂 高端的产品 尤其我们是布局在一些高端的 一些建筑的领域里面 在中国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红色供应链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公司要避开红色供应链的竞争 在中国的发展 首先 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政策 也就是在中国的13.5的政策 在2016年开始执行 启动 他的公共工程包含这五年 未来五年 那个地铁建设 非常的 庞大的一个地铁建设 今年的3月1号 国家通过了 二胎政策的开放 所以未来呢 儿童医院在中国的建设 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除了在中国市场 更大的 继续长远的发展 我们还要布局未来的亚太市场 包含印度 我们是要立足中国 放入亚洲 好的 听起来呢 F重用他的营运处角式 将要延伸到整个亚洲的地区 而这样子的业务扩充跟计划 是不是已经反映在公司的基本面了呢 近几年公司的业绩表现 还有今年营运展望是如何 我们请声音来告诉我们 好 我们从F重用的营收来看 这近三年来似乎没有什么成长 可是从毛利率来看呢 确实有逐年上升 所以公司的营运 其实还是在往一个比较好的方向来发展 那公司又表示说 这三年的营运是平稳的 主要和它订单调整 还有风险管控有关系 那随着13-5带动这个声音啊 还有这些二胎医院 还有包括公司在印度的布局发行 公司是比较正面看待 今年的营收获利表现 可以重返成长的轨道 那另外我们从F重用 对今年的营收的预估占比来看 公司对今年的天花板 还有这个板 隔间墙体的营收成长 是有期待的 那从区域市场来看呢 F重用觉得中国市场 会稳定成长以外 也看好印度市场的成长 会成为今年的营运成长动能 所以法人就估 F重用今年的营收 有机会至少成长两成 那获利在自动化程度提升 还有成本啊 税率往下降以外 以下以外 那成长的幅度 会比营收表现更加 好的我们谢谢 试音详细的连线报导 整体来看F重用的金属建材 做出了立即优势 再加上在中国的营运 已经稳定成长 同步又要来跨足 新兴亚洲的市场做耕耘 反而认为它今年 在营收和获利方面 都可以在向上提升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